他們一些感想 比較感性的說話 我打算先輪流來 我不知道教授硬斑斑是否可以說一些感性的說話 就是感想 因為他們是很intellectual oriented的 好 再次感謝大家 在過去一年 在過去一年 多謝選民的支持 我改寫了功能組別的歷史 好 首次在建設計畫院界 好 由民主派議員大西 好 再次感謝大家 是民主三百家 我們破天荒 全面大西 好 超過三百千里 感謝 感謝 大家的支持 當然我令到我的議員辦事處的同事 今天突然間面對失業 我向他們指揮 我可以再提欺騙市民 好 我可以在議會內 全力支援 民主派議員 繼續守護立法會 繼續守護立法會 沒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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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民主派 還有民主派 所有一齊是 並肩作戰的同事 是 昨天是我的生日 我現在24歲 終於就不是當選的年齡了 在我的生日的時候 我都不知為何有很多事情發生 我兩年之前 就是 針對著抹皮書遊行 是被檢控的 幸好最後還是能夠打得掉 我上年的時候 我記得今天是跟 阿滴和小麗 我們有一個集氣大會 民主自決集氣大會 我的群望上是只有1% 所以 大劇都是很坑坑的 去到 今年就 昨天就突然出了 Notice 就說 今天要上庭 還有同一日 都是 劉曉波先生 誓誓 所以我都 決定了 我未來 都是不會在靜日 慶祝我的生日 我覺得 這個是 真是沒有什麼 很值得慶祝 一個 很偉大的靈魂 在這個世界上 離開了 我這些不足掛齒的人 來到世界 有什麼很慶祝 所以 所有事情都是很奇怪的 去到昨天 我覺得大家都可能 有一個感覺就是 或者今天 我們見到的結果出來 大家是很氣憤 是很 有些無奈 但是同時都是預計得到 就是大家很多人都覺得 可能Miss Bo 預計不到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見到 過去 北京政府 中共政權 它的專政 專權 它可以將一個 這麼高貴的靈魂 由監禁 到它 它有肛癌 都折磨死的時候 我們幾位議員 它又為什麼 不敢私下毒手 是恥奪我們區區的議席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 不會覺得它是用到 這麼下三流 這麼 瘋狂 衰竊的手段 大家會覺得 要之外 但是大家偏偏 今天 依然會覺得非常之疼狂 香港人就是要有這種精神 我們 無論面對著任何的挑戰 面對著港軍一共 沒有辦法跨越的高層 我們都要 是伸出你的手 會擊打它 就算 你不知道 打到什麼時候 共場會倒 打的時候 你的手會痛 會流血 這個正正就是 香港人要做的事情 剛才我一直說得很對 其實 我一直都是這樣說 這幾年都是在一個低潮 當中徘徊 但是一種堅忍 一種難力 才能夠帶領著大家 走出 我們現在困局 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在一個很豐盛的角度 講真話都是一個罪名 講真話都是不被容許的 我們看到這些事情 我們更加需要 是知道 我們現在有的權利 或者是權力 我們不能夠 令到它白白 放在那裡不用 不能夠令到 大家都覺得 等在那裡 沒有人用 那不經就收回它 有很多重要的東西 我們不講出來 是大家不會知道的 我們講真話 大家都不講 大家就覺得 講假話是理所當然 當然 我們現在被DQ 大家不出來 示威 不出來抗議 他們就覺得 這幫人都沒有人支持他們 特別安個罪名給它 說不定大幫人覺得 他們夠有自取 但是我想問 DQ了我們 能否DQ到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支持是不會消散的 大家反過的力度 只會更加長 我非常衷心 很感謝 所以我能夠 令到我可以代表到 香港市民的朋友 我都相信 香港人 和香港的地方 是很值得我們繼續守護 剛剛都說了 我不知道 補選幾時來 不知道 接下來的路 我們有很多的考慮要做 但是 我一定是會繼續用抗爭者的身份 和大家一起走 我都希望大家 是要繼續支持 不單止是我們四名 是被DQ的議員 議會裏面 民主派他們做抗爭 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民意就是力量 我們有的東西 不要等在這裏 我們要 不單止是要做 還要是做得被人抗爭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支持各位 要問多一句 羅判聰 問多一句 羅判聰 女朋友怎麼說 這句都是很悲哀的 這是私人問題 但是 可能 參與得很多這些事情 當然我們的租院 和很多大陸的為權人士 和劉博先生 是很難言不辭 但是你就見到 其實 拋個身出來搞抗爭 非常之反對 專政獨裁的人 他們的生活是 是漂浮流離的 DQ就是好像一把刀 原空在你的頭上 他今天斬下來了 但是過去我們其實都要 一種擔心的招呼 我們身邊的人 不單止是我們自己 有我們的顧慮 我們有時候都會有一種 結構就是 連累身邊的人 包括你的家人 你的伴侶 甚至再遠一點你的同事 所以 這一種壓力 其實都是要大家去承受 所以我都很希望大家 未來都是要繼續 支持著 一班的朋友 我身邊的朋友 議員的同志們 一些在前前的抗爭者朋友 他們付出的代價 可能未必這麼可見 但是 都是非常之艱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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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